近幾年有非常多好看的精彩韓劇 然後每次看韓劇 就除了覺得男女主角的劇情好好看之外 也都會遠不住去注意女主角都背了什麼包包 然後穿搭有多好看 那這次我們就要來推薦 就是這幾部熱門韓劇裡面女主角 他們背的包款型號是哪個品牌 然後也都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入手 因為基本上全部都是經典包款 想看更多記得要訂閱 Lookin 還有開啟小鈴鐺跟CC字幕喔 那我們第一個他介紹的包呢 就是出現在韓劇海岸春恰恰裡面 那他其實是生命而久違的戲劇作品 然後他在裡面飾演一個牙醫師嘛 然後就跟回到他的一個小鎮 然後跟那個金軒湖展開一段浪漫的愛情 然後因為他在裡面實在太帥了 所以大家都覺得好想當女主角 那女主角的穿搭在裡面也就很時髦 就是一眼就會在那個淳朴的小鎮裡面一看 覺得說好時髦的人 然後包包也怎麼沒個都這麼好看 那他在裡面出現的就是這款包 LV的Capsine 那他在劇中拿的那個其實是比較迷你的尺寸 我這個再比較大一點 那大家應該印象很深刻的是 他那一天就是穿著一個白襯衫中長裙 然後背著這個包包 然後就去跟他浪漫約會 這個包包其實是LV非常有代表性的包款 你可以看到他光是他的皮革 就是用非常非常上選的材質 之外呢他其實超過200個配件去組合而成這款包 然後他將LV的這個縮寫放在這邊 然後包款裡面呢其實有很多很精緻的細節元素 都是緊扣著LV的經典標誌 它這個也是致敬他的品牌行李箱 所以這款包包在工藝上面非常的繁複 所以他的精緻度非常高 也是LV非常俊勇的作品 就是如果你要入手一款他們家的皮革手袋 其實這一款是非常非常推薦一定要收藏 那第二個要介紹這部韓劇也是創下高收視的為何是無秀才 那他的劇情其實在講述一個法學院女教授 然後他就跟一個因為受了冤案而入獄的男主角相戀的故事 那我們看著幹戀的女主角在解決壞人的過程實在非常療癒 然後同時他又跟男主角那種甜甜的姐弟戀 就是他的劇情整個搭配的剛剛好 就一下甜然後一下又很震驚 就覺得非常的好看 那他女主角在劇中穿的那個衣服也都很知性 然後他背的包包也都讓人家很想擁有 那我們就來介紹他這次背的這款包就是Lady Dior 其實就是Dior非常經典的代表作品 你可以看到他的包身全部都是用藤格文面料 這個是非常有識別度的品牌標誌 然後他的這個裝飾其實是有著帶來好運的象徵意義 就是因為Dior先生他非常的相信命運這件事情 所以他用這個東西來帶來好運 包款呢其實他的容量非常的大 並且他有附上一個可拆卸的肩背帶 就是你在膝帶上你可以很優雅的手拎 你也能把他裝上肩背帶鞋背 側背 就是可以滿足你各種場合的攜帶需求 之前在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 大家都被這部韓劇裡徐瑞芝的美貌所吸引 那接下來要介紹這部韓劇是夏娃的醜聞 那也是他在裡面扮演一個要復仇的女子 那長大後因為他就要周旋在各個財團之間 他手上拿的包款當然不能輸人 一定要每一款都有氣勢經典名品 那所以我們現在要介紹這款就是他在劇中 就有一段他是要勾引有婦之服 然後他要親吻他的時候他背著一個 就是這款BV的水桶包 那他在劇中拿的是有點奶茶色調的 那我手上這款是新色堅墨黃 那在劇中他就是穿著白襯衫 然後跟一個小外套配單寧褲 然後背著這個水桶包就非常有造型感 他在親吻那個男生的時候 他的水桶包也在後面晃 你就會一直看 這個光畫也太好看了吧 那就是這一顆 那BV的編織包 就是自從他的之前上任總監一上任之後 他就把他這個編織放大 所以你就會覺得看起來怎麼那麼時髦 然後又更俐落更前衛 然後也更年輕了 就是你背起來就很有造型感 又不會說太張狂 就是可以恰如其分點綴你的整體的風格 所以就是大家現在都很想要入手這一顆 那這款包除了他的編織 就是非常識別度之外 他還有另外一個可能受歡迎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肩帶有多種背法 所以你可以因應自己喜好去調整 然後另外呢 因為他的容量也很大 就是你可以把你日常所有物品 都裝進這顆小包裡面 所以實用性也滿分 然後他的價格呢 就以品牌包款來說 你其實入手不會太過困難 這顆就非常受到大家歡迎 那第四部要介紹的呢 是由張基隆跟惠莉一起攜手演出的 最近爆紅的韓劇 我的室友是九尾狐 那這部由漫畫改編的韓劇 就在講述女大學生無意間吞下了狐豬 然後他所吞下的狐豬呢 是男主角九尾狐要成為人類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就在這段美麗的錯誤下 形成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 那這部片呢 不僅CP感爆棚 熱烈滿滿 然後女主角在裡面穿的衣服 跟背的包包也都很令人就是想要放笑 因為他都穿秋冬的暗色調嘛 可是配上比較亮的包包 就有一個對比 然後也讓包包就為造型增添亮點 有一幕兩個人就在街上牽手散步 然後被大學同學拍下來 那裡面呢出現的就是這一款包 就是Burberry的Olympia 那這款包呢是以滑面的牛皮製作 所以他的手感非常的好 然後他半月型的設計呢 其實就是讓整體造型很俐落 可是又很典雅 另外呢他的肩背帶是可以自由調整的 就是你可以把他 當成腋下包這樣背 也可以把他調長斜背 所以包款在運用上其實也非常方便 然後在劇中 他女主角就是把他斜背使用 然後造型感也非常豐富 那這款包呢在實用性也是滿分 他打開之後呢會有一個很大的口袋 然後還有一個前插帶 一個內插帶 還有一個卡套 就是你日常其實你想要裝的東西 都可以攜帶出去之外 因為他包款很硬挺 很堅韌 所以也不用擔心你裝太多東西會變形 所以這款包就以實用性來說 還有外型時髦度其實都是滿分 然後他的焦糖色調 其實你也是各種穿搭都可以搭配 一年四季都可以運用 所以我也覺得非常可以入手 那最後一個要介紹的韓劇 就是當初讓大家少女的心情 說爆棚因為普遜君太帥了的 金秘書為何那樣 然後劇中他的劇情其實就是 讓女生就是很容易陷入一個人設的 就是多金種才跟平凡女生 然後他飾演的是一個女秘書 我們一起工作了九年 然後中間發生了愛情故事 除了這個戲裡面的CP感很爆棚之外呢 那個金秘書在裡面穿搭也都非常的時髦 然後很有氣質 然後他背著包包也很好看 那我們這次要推薦的這款包包呢 就是他在劇中有背著一款粉紅色的 Loyvet的Puzzle包 這款Puzzle拼圖包其實是 Loyvet在最新一季推出的新款SOLID 他在金屬配件的部分全部改成尼龍 所以整個包款更輕 而且他全部都是同一色系 所以你會覺得看起來好精緻 然後好典雅 包款的重量也變得更輕盈 所以你就是側背鞋背 全部都很時髦 另外他在肩背帶的部分也有做變更 就是他變成寬肩背帶 上面有品牌的字樣 他也是自由可以拆卸 所以你能手拎呢也能肩背 那這款包的容量呢 其實也比想像中更能裝 就是手機前包裝進去全部沒問題 然後因為他包型夠挺嘛 所以你裝的東西全部都不會影響他 也不會看起來變形 另外呢他還有附一個 就是可以加購的甜甜圈鏈帶 他也讓這款包更亮眼 然後整體造型也更豐富 所以其實如果你一直都很想要 Loyvet的拼圖包卻還沒有入手的話 真的非常推薦這一款 他顏色也很多可以挑 就是你一定能找到自己最適合的 當不了韓俊主角 最少我們可以背同款包包來過過乾癮 那這些包包因為都是經典熱門款式 所以櫃上一定有 那非常建議大家也可以去櫃上試背 看看看看自己背起來的感覺怎麼樣啊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